周天成他球可惜了直接出解 在挽回一个赛点之后 33岁周天成 还是未能阻止24岁路边杭桂夺冠 在日本语谈排名老七的日本小将 在时隔超级系列赛冠军保座四年之后 他再登高峰 一路暴冷 甚至直落二局拿下了李子佳 如今再次熬战三局拿下了宝岛尼哥 作为第一次交手的比赛双方 似乎都在试探着对方的球路与打法 双方开局还是以我为主 比赛变了这个电话 三 二 说得更紧急的 就是在这些 丢拍相似防守为止的前提下 5 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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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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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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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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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他又强势打出了一波波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轻松打下第一局势 比赛场上突然出现了波澜 周天成感觉有点突然断电 连续被对手防守死死压制 对手趁机打出了一波七分一 一分瞬间就来到了18点 关键时刻到 双方再往前比拼担心 延续进攻未落后 小天又把希望寄托在 对方最底线出界失误 结果 孤立判断了失误 让他彻底失去了主动 而对手把握士气大胆 开始融动加强 还好 这次极限压信球家 自己的阴眼能力 双方再次打 可这位身高仅167的 日本金天王 竟指出如此高质量的擦网球 小天虽然飞身倒地突出 但也无法阻止对手 想先打下局点了 接着是自己往前抓推扣杀 才刚刚就回一个局点 而对手又展现自己 在多拍相识时的耐心 在这场比拼低失误率的较量中 还是输了耐心 又是底线出界 对手22分20打下第一局 进入第二局的相识比拼 对手抓住小天 还没从第一局输球的阴影 走出来的奇迹 最后方的位置 这输球也是对方的 独立刀 对手 对手 如果单线内军打法特别到 就对手 最后 很好 i'm gonna go down swing it don't you forget whoa i'm gonna find it i forget whoa six i wanna look in the mirror like what i see i'm sick of feeling so whoa you wanna see i'm gonna go down swing it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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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机再间歇前夕就拉开比分11比8了 除而且状态很好 其实他现在的出球很少给周天成 留下破绽 后被撞 好像不强往前没有别的办法 强往前 休息回来后 小天虽然咬住了比分 但依然无法天平分差 直到比赛来到了13比16 这一回合 凭借这神奇的往前敏捷反应 小天让对手飞身倒地 我们熟悉的 我们熟悉的周天成 总算回来 就是抓你这个回放的这一下 第二局开始 路边黄队抓周天成 接着是这多拍的较量中 他杀出自己的霸气 哈连得四分 反超绿 双方 再次陷入比分交替 还好 最后时刻 小天还是咬住了比分 并突然发力 最终21比18 翻回一局 这球确实没办法 双方进入最后的决胜局 可小天万万没想到 对手居然用自己熟悉的往前技术 反打了自己一波10比4的得分高潮 虽然这次往前神仙斗法中 自己激高一筹追回一分 但还是无法阻止对手再次压陷得分 小天一度打出一波4比1的反击波 但日本新天王真是够硬气 比赛节奏突然一变 不停杀上网 强行提速 频频主动发起 狂风暴雨般的进攻 瞬间又把小天打猛了 好不容易稳住阵脚 可比分已经来到了11比17 落后6分 而战役十足的对手就差4分 就能赢下比赛了 可就算这样的险境 小天还在迷信自己 对底线球落点的判断 结果就更加危险 这三球的失误 直接让他让出了整整9个赛点了 最终在强行救回一个赛点后 他依然躲不过出界输球的命令 可惜了 他在赢下了预探天王之后 却入幕的书别人在今天